女人的殿堂 歡迎收看二分之一牆 歡迎來到女人的殿堂 看看我們這個 小郎哥 怪了 你看我們佈置得這麼好 男人就是這麼的奇怪 怎麼樣都不願意好好過過情人節 不是過情人節有什麼意義嗎 情人節你仔細想想看 一樣都是要 不是都一樣嗎 不一樣 你情人節就要講一些浪漫的話 中元節會嗎 會 我跟妳報告一下 因為中元節是 是講人話給鬼聽 那我們情人節呢 是講鬼話給人聽 這不是一樣嗎 情人節都說什麼 我愛你一生一世都假的 中元節講什麼 我會懷念你一生一世嗎 對 都真的 對 對不對 中元節搞不好還比較真誠一點 我們今天特別來賓呢 就是呢 從來沒好好過過情人節了 希望他們可以好好過情人節 但是也許過去有一些委屈 歡迎我們三位女人團 歡迎 這次算介紹最好的 來 現在我要為您介紹 這八位不一樣的型男 歡迎 有哪些特殊的過節經驗呢 請看今天的二分之一牆 過情人節 傷身又傷財 到底對我們有什麼好處 身體怎麼了 為什麼會傷身啊 身體怎麼了 是順不老嗎 有一點很煩喔 你要去訂花 那天花又特別貴 對不對 你要去訂餐廳也不好訂 等一下 不見得每一個人 在情人節都送過花喔 八位型男們 你們在情人節 有送過女朋友花的 請舉手 定啊 怎麼可能被人送的啊 你看 對啊 一定要送啊 不是 夢多就沒有 你 你怎麼會黑啦 還有頭髮啊 夢多 你說法比歐沒送過花 以他的外貌 我承認 他就是躲花 他不用送 對 他自己打個繼續 夢多你憑什麼不送花 剛剛 為什麼 是用V車有必要嗎 我這個送花 你看喔 送給大家花 因為有些女生 其實沒有很開心 因為有些人就不喜歡 那古榮送花 你有必要把她手打斷嗎 對啊 怎麼這樣啊 你手還好吧 你是不是只送了一朵花 就被打成這樣 你應該要送99朵 是一個前的女生 她知道我很麻煩 所以她打我 做我的手這樣子 哎唷 那她下手太輕了 我必須要講 我長這麼大喔 我真的男朋友 奇怪 這樣人在一起 哎 怎麼了 沒有 你在電什麼話 沒有 都長這麼大 都長這麼大 我好好的年齡都到這個年齡了 可是我真的回想起來 我沒有好好過過一次情人節 真的耶 我要不是情人節之後才交往 要不就是情人節當天 或是前面就吵架 也就是說你一年 春秋都在分手 也要不分手 要不吵架 我就是會漏掉情人節這個 這個常常是因為說 情人節要到了 又訂不到餐廳 又訂不到的話 那乾脆拔壞掉好了 沒錯 這個就是技術性吵架 先吵架或是先分手 然後我們情人節過後再和好 好聰明喔 真的 我跟你講 臭男生就這樣 你看這攝影棚 只是多了這麼一點點氣球 可是整個感覺就不對了 就這麼一點點 我覺得就是情人節 我覺得男生就是少那個心思 我曾經遇到一個最過分的 就是都已經 都已經兩個人是論及婚嫁了 然後好了 到了這種敏感的節日了 那我總是想說 總是 還是情人的身分 應該大家來過個 這樣的節日之類的 我就明示暗示都來囉 結果到最後 他不甩就是不甩 然後到最後沒有辦法 他一定要去面對我 面試我這個問題的時候 他直接用吵的 他就開始說 他說你們女生 怎麼會有這種念頭 他說這種東西 都是商人製造出來的 是不是 你看你們男生統一論調 就是怪到商人的身上 蛤 對啊 而且什麼3月14號 就回禮 這根本就是日本人搞的鬼 對 是不是啊 這樣對 努力你好好地說一說 努力 我的頭髮沒那麼黑 不是你呢 我就是從來就沒有 就跟師妹姐一樣 不然我們今天怎麼會這樣 你從來都沒有顧過好 我真的是遇到我老公之後 才有在過好的情人節 你確定 真的真的真的 我印象中 我們結婚5年 但有2年是蠻精彩的情人節 是大家嗎 3年 不是 就是他 他也不太喜歡過節 但是我覺得天蠍座 蠻會營造一些氣氛 但我之前曾經就是 幾乎都是在情人節前分手 也是差不多年前 都會結束掉一段關係 然後就會很孤單的過那個節 然後我記得有一年是這樣 就是剛好分手之後啊 那個男生馬上就搭上了一個學妹 交往的時候他們就有 反正就送鮮花 送禮物 就搞得很浪漫 然後還PO上臉書 送鮮花 送禮物 要不要加素果 真的不中元節 三生無異 真的好希望是中元節喔 然後那時候我看到說 好希望喔 對啊 他講得沒錯 一樣在燒錢 對啊 一樣在燒錢 真的 我那時候心裡 就覺得很難過 就覺得說怎麼會這樣 你跟我之前都沒有 沒有過過就是這麼精采的 怎麼你會立馬換了一個 然後就過得很開心 就覺得很受傷 之前就是有在節目上講過 有一個女生 然後因為我那個前男友 他的講話是滿好笑的 然後他就 他就對我前男友就說 你講笑話 你講笑話 這樣子 手就這樣子 就一直按是不是 就是離他的那裡超級近 已經快拍到蛋 他這麼巨大是不是 沒有 他是很認識 怎麼樣看到說快拍到 因為我就坐在我前男友旁邊 然後他的女同事 是坐在他的對面 然後我就很生氣 可是他是不是確定你有看到 他知道我有看到 說不定他是故意示威 我也不知道 可是他男友也有一起出遊 然後當時他女同事的男友 是我前男友的主管 所以我當時就覺得說 我要忍耐 可是我很不爽 然後我這件事情 就跟我前男友大吵架 他就說我當時這樣 馬上把他講出來 他說我很不給他面子 而且他這樣在公司地位 這樣可能會動搖 他就覺得這樣講很不妥 然後我們就這件事大吵架 然後隔天就是情人節 我超倒楣 其實本來也沒事 可是就因為這樣 所以就吵到 他就說 你這樣子讓我快窒息了耶 就講類似這種話 然後我覺得很傷心 我就自己一個人 然後坐計程車去北海岸 然後就走在那邊 請訂北海岸 那個北海岸嗎 What's that 我不知道是什麼 就是台灣的北海岸 哦 北海岸 對啊 對 因為北海岸其實 北海岸其實很適合過中原節 沒有那麼可怕啦 反正你又會游泳 你就跳了對不對 沒有 我在沙灘上走 然後那個地方是完全沒有路燈什麼的 然後我就坐計程車過去 那時候已經很晚了 然後就一直哭 那我就覺得好慘喔 情人節怎麼那麼慘 可是我又不想要 就是先跟他道歉 因為他也不想道歉 我也不想道歉 結果我情人節那天 好像到通宵 天都亮了 我就坐在沙灘一直哭 哭到天亮才 又叫計程車 然後回家 所以是超慘的 其實我們男人配合你們過情人節 也是常常過得非常痛苦 真的 對不對 我們請我們韓國朋友 好不好 晨曦 謝謝 謝謝 其實在 我有一個韓國朋友 剛好他交了一個 台灣的女朋友 剛好那天是情人節 然後他帶了他的爸爸過來 那 我們知道就是 是在韓國在喝酒的文化 他必須要側身這樣子 對 跟長輩喝酒 對 都是要側身 那因為可能有文化上的差異 如果長輩在你對面也是要側身嗎 就是長輩在對面要側身 是的 那長輩在側面 就是不能直視他 那如果有長輩圍繞一圈 你還是喝